好 下面我们来看净资产业务 这个支点和上一个支点相比较 注意这个是财务会计 然后上个支点是预算会计 好 来看 那么单位财务会计中的净资产来源 主要包括累计实现的盈余 企业叫利润 那么政府会计当中的 它叫盈余 叫盈余 还有一个叫无偿调波竞资产 那么这两个是主要的 在日常核算当中 那么单位应该在财务会计 注意是财务会计中 那么设置的科目叫累计盈余 专用基金无偿调波竞资产 权益法调整 本期盈余 还有本期盈余贩卖 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等科目 好 基本的账务处理就这张图 其中本年盈余 还是类似于我们所讲的 本年利润 所以我们在预算会计当中 也用到过这个类似的 那么这块是财务会计中 所以叫本期盈余 那么对应的科目 代方对应科目是财政拨款 没有预算两段 没有预算 财政拨款收等等等等 所有的收入 那么借方核算的所有的费用 不是支出费用 业务活动费用等等的 都转过来了 最后 最后 那么这个本期盈余的余额 那么要转走 转到本年盈余分配中去 那么企业快据准则当中 是转哪去呢 本年利润是转到利润分配 那么这块转到本年盈余分配中 基本的思路都差不多 好 第一个问题 本期盈余及本年盈余分配 先说第一个本期盈余 本期盈余反映的是单位 本期各项的收入费用 没有成本俩字 收入费用 然后相抵后的余额 所以期末的时候 单位应该将各类的收入科目 还有本期发生额 本期的发生额 都给我转到本期盈余当中去 再翻落 代季 看见了吗 本期盈余 那么借记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等等等等 那么包括 有几个注意的 有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还有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投资收入 捐赠收入 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其他收入等等 都给我转到本年盈余的贷房去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 再将各类费用科目的 本期的发生额 也要转到本期盈余的借房去 所以借记本期盈余 代季业务活动费用 单位管理费用 那么经营费用 所得税费用 资产处置费用 上缴上级费用 等 那么这些内容就是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在本期盈余当中 计算出他的盈余来 好 年末的时候 单位应该将本期盈余科目的余额 这个是年末 年末 那么转走 转哪去 本年盈余分配科目中去 好 第二个问题 本年盈余分配 单位设置 本年盈余分配科目 反映的是单位 本年盈余分配的情况和结果 所以第一步在核算的时候 前面讲过了 先将本期盈余科目 转入到本年盈余分配的 借方或代方 一般我们讲盈余的话 转到本年盈余的分配的代方去 那么借本期盈余 借本期盈余 好 这是一个 所以借本期盈余代计 本年盈余分配 这是一个 再接探 那么根据有关规定 从本年度非财政拨款结余 或者经营结余中提取的专用基金 按照预算会计下 计题的金额 这我们讲过 是在预算会计下 计算的金额 借记本年盈余分配 代计专用基金 然后再将本年盈余分配 最后转到累计 盈余当中 转到累计盈余当中去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 专用基金 专用基金 我们在预算会中介绍过了 现在我们在这给大家 做个完整的归纳一下 专用基金是指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 行政单位一般没有 那么按照规定提取的 或设置的 只有专门用途的净资产 主要包括 职工福利金 前面说过了 那么科技成果转换基金 所以在事业单位 财务会计下面 要设置一个专用基金科目 核算它的提取和使用 那么事业单位从本年度非财政拨款 结余或者经营结余中提取的 那么在财务块中 那么设置的是专用基金科目 那么在预算块中要注意用什么来着 叫专用结余 对了吧 专用基金 专用结余 好 那么这块内容 概括比较全面了 专用基金的取得 那么第一个 事业单位按规定 从预算收入中 从预算收入中 所提取的 这个基金 并借业务费用 借业务活动费用 代记专用基金 这第一个来源 是从收入中提取的 那么第二个 单位按规定设置的 其他专用基金 比如说留本基金 那么在实际收到时 借记银行从额代记专用基金 这个留本基金 一般而言是指的 我所知道的 是指高校 高等学校 那么高等学校 高校就高校 那么高校当中 那么有这个留本基金 那么这个内容 一般来讲 并不是什么校友捐赠的 而是由学校董事会 他们来决定这个用途 用途和使用 学校董事会吗 有 有 我记得我们学校 在原来 在原来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董事会 公布一个名单 我看的名单 都是名人 大老板 大老板 你知道吗 那么董事会 由董事会决定 它的使用 所以这个留本基金 就是什么 西方国家用的比较多 留着本 那么把那个收益拿出来 干什么 干什么用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前面讲过了 年末事业单位 根据有关规定 从本年度非财政拨款 节约或经节中 提取的专用基金 那么这个就是前面 所讲的职工福利基金了 借本年 盈于分配 待寄专用基金 这个在预算块中 可分合 那两个没有 在预算块当中 借寄非财政拨款 节约分配 那么那边借本年盈于分配 那么这边带专用 节约 那边带的是专用基金 注意这个考验 所以这块规约比较全面 三个内容 第二 使用 第一 事业单位按规定 使用提取的专用基金时 借专用基金代寄银行存款 那么这边呢 这边看好了 那么带银行存款 这边带的是资金阶层 货币资金 好 那么借专用基金 在预算块中 是从非财政拨款 结余中提取的 那么找的是专用基金 那么从售中提取的 那么借寄事业支出 借事业支出 那么代寄资金阶层 货币资金 好 再接看第二个 那么单位使用提取的专用基金 如果购置的固定资 这个专用基金 有的时候 以前叫做什么 修购基金 修和购 修理和购置 修购基金 用修购基金 那么这个专用基金 购置固定资等 包括无形资 那么按照成本 借记固定资 无形资资 等代寄银行存款 同时 那么就要借记 充填专用基金 把它转到累计盈 中去 借记专用基金 代记累计盈盈 好 在预算快语中 那么代记资金 阶层货币资金 那么不是用的 国库集中支付 所以借专用基金 仍然是从 非财政拨款 结语中提取的 借事业支出 是指的 从收入中提取的 那么预算快语 和财务快语 都说明了 好 这是第二 第三 无偿调波 这个无偿调波 这个无偿调波 只有在行政事业单位中 才有 那么一般来讲 企业和企业之间 这种无偿调波 以前有 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有 现在应该说没有了 现在都有偿调波了 那么如果不是有偿 那么是从捐赠 是从捐赠 知道吧 所以只有在行政事业单位 才有这问题 人家说有吗 现在现实中有吗 有 那么前一段时间 我们国家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成立了一个应急管理部门 应急管理部门 是把各个部委当中的一些应急 这些功能都给他放哪 放到了应急管理部门 比如说这个消防 这个消防原来是现一制 现在退出现役 那么并入到 我们国家的专门成立的部门 对吧 还有其他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相关的设备 那么是不是得无偿调过来 肯定相关的设备的无偿调过来 这肯定的吧 所以这涉及到无偿调波 无偿调波 这个无偿调波这个内容 在现实生活中应该说 机构改革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原来这个部门是归这个行政管理部门的 现在划归到这个部门了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这个在现实中仍然还有的 仍然还有 好 下面来看 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相关规定 经批准 那么政府单位之间 看见了吗 政府啊 这里讲的什么 政府单位之间 可以无偿调波 那可以无偿调波 所以这个是政府单位 那么这里头呢 行政事业事业单位 在这里头呢 应该说 他地方没有讲 其实实务中事业单位也有 但是呢 我预见过 我预见过 那咱们不讲 他说政府单位 咱说政府单位 刚才我举例子 那么就是政府单位 可以无偿调波 通常情况下 无偿调波 非现金资产啊 不涉及资金业务 因此不需要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但是如果有相关税费出来 本质上来讲 无偿调波资产业务 属于政府间 政府间净资产变化 所以调入调出方 都不确认相关的收入 收入也不确认 费用也不确认 所以单位应当设置 无偿调波净资的科目 核算无偿调入 或调出的非现金资 引起的净资产的变动 净资产这种 好 那么第一个 单位按规定 取得无偿调入的非现金资产 按照相关资产 在调出方的 看好了是账面价值 加上相关的税费 如果税费 再加上什么运输费等的金额 那么做如下处理 那么账面价值为零 或者该资产 可以明意金额计量出来 好 那么来看一下 在财务块中 那么借记扩存物品 借记长期股价斗 借固定资 借无形资 借记公共基础设施 这个实物中可以 公共基础设施 比如说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 原来比如说 原来咱在说北京市 原来北京市 城区是四大城区 就是城区四个 什么崇文区 大家知道原来有崇文 北京有崇文区吧 现在没有了 宣武区 现在没有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块公共基础设施 那么叫无偿调拨 无偿调拨过来 是不是 政府储备物资 那么原来是在 国家某个部门 现在成立应急管理部门了 那么好了 无偿调拨过来 还有文物文化资产 那么原来隶属这个部门 现在隶属这个部门了 还有我们这个保证性住房 住房保证当中 用的科目叫保证性住房 好 等等 然后再接着看 那么如果有税费 代际零余个账户用款额度 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 指的授权支付 授权支付 代仰存管 没有执行 这个国库集中支付 那么这掉路方发生的费用 差额怎么办 代际无偿掉拨精算 那么在预算快语当中 如果没有税费 这笔分数就没有了 如果有税费 那么借其他支出 代际资金结存 好 再接看这样 那么单位按照规定 批准无偿掉出的 无偿掉出的 那非现金 那么按掉出资产的局 账面余额和账面价都可以 做出如下的处理 那么首先 代际库存物品 代际长期股仇 代际固定 那么上面借固定资 累计折就 代无形资 上面借无形资 累贪销 那么代际公共基础设施 那么上面借公共基础设施 累计折就 那么代际政府储备 什么文物文化资产 等等等等 其他不再说了 那么好了 现在问题就是 借什么 借的叫 无偿掉拨净资产 这不掉出了吗 掉出了 所以借记无偿掉拨净资 好 税费怎么办 这边在预算块中没分路 那么如果在调出过程中 发生了税费 谁负担 如果是调出方负担 你看谁负担了 是调出方负担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得借资产处置费用 在只能记录资产处置费用当中 带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这是授权支付 带一行送款 那么年末单位再将 无偿掉拨净资 科普余额 转哪去 转到累计盈域当中去 借货代计 无偿掉拨净资 那么代货借记累经 好 那么这边的预算块中 有有相关的 这个费用 是调出方负担的 所以在预算块中 借其他支付 带资产结存 好 下面看例题 二年5月5号 某行政单位 好 靠行政单位 行政单位 接受其他部门 无偿调入物资一批 那么该批物资再调出方的 账面价值为60万 账面价有了 经验收 合格入铺了 好 物资调入过程中 该单位 银行存款支付运输费0.1 这个60再加个0.1 简单吧 好 那么翻路 简单吧 那么借记库存物品60加0.1 60.1 贷银行存款是0.1 那么好了 贷记无偿掉拨净资产60 那么这个内容是 注意对我们来增加了 无偿掉拨净资 我们收到库存的物品 好 那么由于在这有税费 所以借其他支出 带资金结存 那么是0.1 这是第一个 再接下来看下面这题 二年7月5日 某事业单位经批准 无偿掉出 刚才掉入掉出了 掉出设备台 那么该设备账面余额200万 折旧是80万 好 调拨过程中 支付了运输费2万 这是我们负担的 好 那么翻路 第一 首先 代计无形资产200 那么借计 固定资 累计折旧80万 好 那么这 这时候 差额 借计无偿 掉拨 精彩一把 掉出方支付了 借计资产 处置并 代计库存 现金2万 好 那么由于 这块有税费 这边走 其他支付 借其他支付 代计资金 节存 货币资金2万 好 这是一个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内容 第四 权益法调整 前面讲过了 权益法调整 是指 这个事业单位 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 而采用权益法 是按照背头单位 除了净存 除了利润分配以外的 其他所有者 权益法 包括 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 攻击变动 那么在企业 你可以设置 其他综合收益资本攻击 但是在 政府会议中 就不能用 那么这两个了 只能单独设置 一个科目 叫权益法调整 所以按照份额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账命预额 而介入到 净资产中去 所以年末按照背头单位 除了净存益 除了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者权变动 那么借贷 一般来讲借吧 借长投 二级科目 其他权变动 代计 那么叫什么 权益法调整 你不能带资本攻击了 处置时 再把它转哪去 仍然转投资收益 仍然转投资收益 好 第五问题 以前年度盈于调整 这个内容 显然和我们企业 快语中所讲的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道理一样 我们企业叫损益 那么政府快语叫做盈于 那么这个科目 核算的是 本年度发生的 调整 以前年度的盈于事项 包括本年度 发生的 重要的前期差错 是吧 好 这个就不用管他 问题是调整后 我想问调整后 调整后 以前年度盈于调整 转哪去 记住转哪去 建方断方 无所谓 转到累计盈于当中去 转到累计盈于中去 可以了 好 第六 累净于 累净于反应单位 历年实现盈于 扣出盈于分配后 滚存下来的金额 再接着 加上无偿 掉入掉出资产 产生的那个净资产的变动 年末的时候 第一 先将本年盈于分配 无偿调拨 竞赞 余额 那么转到累计盈于中去 所以借记 本年盈于分配 那么借记 无偿调拨 竞赞 代计 累计 转到这 累净于 最后都累下来了 累下来 滚存下来了 或边相反 那么按规定 上缴 缴回单位间 调剂 截转 截余资金 产生的竞赞变动 那么在这儿记住也通过累计盈于就可以了 需要上缴 那么缴回来等等 好 到这为止 竞赞讲完了 竞资产这个内容 我们介绍的一个本期盈于 及本年盈于分配 专有基因 我们讲三种情况 无偿调拨竞赞 这是特有 政府快中特有的 全域法调整不重点 以前年度盈于调整不重点 累计盈于应该知道一下 所以这里头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四和这个五不是什么重点 其他的要看一下 好 这个支点我们就讲到这儿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支点 资产业务 资产业务在政府单位当中 资产和起一样的 也按照流动性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没什么差别 流动资产也包括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但是不一样的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这是属于国库集中支付当中的授权支付 财政应返还额度 国库集中支付 那么这是直接支付的 直接授权支付 直接支付 短期投资 应收及预付款项 存货等等 非流动资 包括布丁资 在建工程 无形资 长期投资 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储备 文物 文化资产 保证性住房 这都属于长期的 好 第一个 资产业务的几个共性内容 第一 资产取得 第一个 外购资产 无论外购固定资 还是外购什么 资产的成本 通常包括买价加相关税费 但不包括可抵扣的进行费 以及使资产 还是这俩字 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 这是一个 或交付使用权 这块多了一个交付使用权 发生的归属于该项资产的 相关的税和费 就其他费 就第一个 第二个 自行加工或自行建造资产 其成本包括 该项资产至验收入库 或交付使用前 所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 比如自行建造固定资 自行加工的存货 都是可以的 这也就是 在验收入库之前 或交付使用之前 所发生的全部支出 都可以寄入资产成本 接受捐赠的非现金资产 所以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而言 那么成本 那么可以怎么处理呢 那么如果人提供发票的 提供发票的 按照有关评据 注明的金额 再接着加上相关税费来确定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如果没有相关评据 没有发票可取得的 但是按规定 经过自然评估 有评估的金额 按评估的金额 评估的这个金额 再接着加上相关税费确定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没有相关凭据可取的 也没有经资产评估 其成本应该比较同类或类似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再接着加上相关税费确定 好 再往下接着走 那么如果没有相关评价 也没有评估 也没有同类 自然市场价格 那么明义金额如大 这个明义金额仍然指一块钱 好 这是一个接受捐赠的 接着走 对于投资和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储备物资 保证性住房 文物文化资产 等精管资产而言 这一类的 其初始成本 只拿着前三个层次 它不可能明义金额如大 不可能明义金额如大 对吧 它不可能明义金额如大 对吧 说那公共技术设施 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 金额确定不出来 不可能 那个水率设施 道路 没有一个什么公允价值 或者评估价值 不可能 对吧 所以只拿着前三个层次计量 不能明义金额计量 这一个 盘盈的资产入账价值的成本 那么参照上面的规定处理 那么单位对于接受捐赠资 那么成本能可靠计量 按照确定的成本 确定成本 那么这是接受捐赠的 那么确定成本 减掉税费 如果你取得增税专票的话 那么专票 有专票 金额税可以抵扣 那么减掉相关税费 净额 那么进入到捐赠收入 捐赠收入 好 前面讲过了 资产成本不能可靠确定的 那么单独设置败查账簿 那么相关税费 直接记录当期费用 好 再看 无偿调入资产 前面讲过了 无偿调入资产成本 是按调出方的 还记得吗 调出方的账面价值 加上相关税费来确定 单位对于无偿调入的资产 应该按照无偿调入资产成本 那么减掉相关税费 如果有相关税费 那么进入到无偿调拨竞产 所以调拨竞产 如果税费 那么这个税费的话 那么要扣掉的 那么这样可以 可以什么 调入吗 代记无偿调拨竞产 好 最后走 置换取得的 非货币兴算交换取得的 该类自然成本按照调出单位的评估价值 加上支付的补价 或减掉收到补价 再接着加上相关税费之类和起样 所以我这告诉大家 学到现在应该知道一句话 如果说政府财务会计的核算内容 我忘了 你就想起一块准则 想起一块准则去套 基本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基本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资产的处置 那刚才增加 那么现在减少了处置 资产处置这个形式 按照规定 包括无偿调拨 怎么调出 出售 出让 转让 置换 对外捐赠 报费回损 以及货币性资案 损失和销等等 所以代美应当按照规定 报经批准后 才能经处置 这个 必须要报经批准 如果没有报经批准 是办能处置的 所以这个在实物当中 这个内容 必须要履行严格的手续 我记得我们单位 我们学校 就我们那单位 有台空调 有台空调 那空调 那么首先 得报经 报我们学校资产管理处 然后他们人过来看看 说这个的确不能用 的确不能用了 也不启动了 说这空调多少年了 说二十多年了 你想单位的空调 几乎就是一天 起码也能开到二十多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 不行到夏天 基本上都是什么 二十小时以上 对吧 所以这个 使用特别高 你知道吗 所以特别因为坏 你知道吗 好了坏就换新的 拆下一个房子上 他们看完后 就一直 批 没批呢 还没批呢 我们就赶紧拉走吧 赶紧照 影响我们办公 你知道吗 在这 再说多站地儿啊 对吧 等着吧 等着吧 还得报批 批完了后才能拉走 才能拉走 知道吗 不是说我们一般想的 这东西 我自己拉走 然后 这个安空调拉走就完了 或给我点钱 不是什么回事 还得注销 还得注销 看看那空调 上面贴那标签 那个耗时多少 等等挺麻烦 所以必须要报经批识 通常情况下 那么单位应该将被处置 资产的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转入到资产处置费用 处置费用 所以这个内容 账面价值转入资产处置费用 然后按照收支两条线 将处置的收益要上缴财政 如果按规定将处置净收益 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 那么这个净收益要进入当期收 一般来讲都是收支两条线 对于资产盘盘盔亏 报费回损 那么这一点和企业又差不多 将账面价值批准钱 批准钱先将账面价值 转入到贷处理财政随 现在这个科目和企业一样 原来不一样 现在和企业一样 叫贷处理财政随 批准号在处置 第二对于无偿调出资产 那么单位应当按照 转销费处置资的账面价值 充电无偿调波竞产 无偿调波竞产 前面讲过了 对置换的换出资产 那么应当与换入资产 一同进行相关的快速处理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大概把总原则说完了 下面正式来讲 好 第一个我们先讲应收账款 夸号 标题是夸号 应收账款 这也属于资产 单位的应收账款 是指单位应出租资产 可以吧 出售物资 而收取的款项 以及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可以提供服务 政府没有这问题了 所以事业单位可以提供服务 销售产品 可以销售产品 这问题吧 等应收取的款项 所以单位应是应收账款 收回后是否上缴财政 进行不同的快速处理 需要不需要上缴财政 所以事业单位收回后 不需要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 按照最新的我们现在来讲 也可以计题坏账准备了 也可以计题坏账准备吗 计题 对其他应收款 其他的应收款 不需要计题 所以目前我们国家的政府会计当中 除了对事业单位收回 不需要上缴财政应收账款 和其他应收款 这两个内容可以提减值 其他自然目前还没有完全提减值 还没有完全提减值 是吧 还没有完全提减值 所以这个内容 有人说改革不彻底 那么慢慢来别着急 这已经很大进步了 以前我们国家行政事业单位 固定赞 无行算根本不贪销 根本不贪销 不提折就 不提折不贪销 那现在提折就贪销了 不错了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这应收账款 现在原来就没有坏账准备 你说现在也可以提坏账准备了 这个提法和企业差不多 第一收回后不需要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 对应收账款收回后不需要上缴财政 那么在确认收入时 借应收账款 代计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租金收入 还有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 那么这些收入 大家都应该知道 不用解释了 名称记不住 无所谓 反正知道收入可以了 事业收入 你别给我来个事业预算收入错了 我这是财务环境 所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这个事业收入 是指开展专业业活动和辅助活动 而发生的收入 那么经营收入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隔起一样 经营形成 租金收入 对外出租 办公楼 什么之类的 第二收回应收账款 那么在财务块中 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账款 这没问题吧 在预算块中 借资金阶层 代计是预算收入 经营预算收入 所以全责发生质 和收负生质不一样 那么这块是全责发生质 确认收入 预算块也没有 而在预算块中是收到时 在代计 事业预算收 进预算收 那么那边借银行 代应收 第三年末事业单位 对收回后不需要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 经全面检查 然后如果需要提检值 提检值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就应该是 第一提取坏账准备时 借的是其他费用 贷的是坏账准备 怎么提法怎么算 我跟大家说一下 和企业的没什么太大 和以前我们国家的 那个坏账准备 记题是一样的 以前什么 余额百分比法 余额百分比法 什么账领分比法一样的 接着看 对账领超过规定年限 并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的时候 那么报经批准后 可以核销掉 借坏账准备 代应收账款 再说这笔分路编完了以后 那么应收账款冲掉了 坏账准备在这也减少 对吧 但是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内容顺便说一下 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的 账面价值是不变的 账面价值是不变 那么第三 以核销的应收账款 后来要收回来了 第一先还人 借应收贷账 先给他冲回来 然后再收钱 借银行贷应收 收了钱了 马上在这边就要考虑 借记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 转到结余中去 直接转到结 不需要通过结转 直接转到结余 好 第二 收回 需要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 那么不涉及什么预算块就没了 所以收回后 直接借应收账款 那么在核算的时候 发生应收账款 借应收账款 代记应缴财政款 不确认我的收入 不确认我的收入 所以借应收账款 我们前面那个是带收入 对吧 这块不带收入 带应缴财政款 然后再借银行 带应收 直接冲就 然后再将款要上缴财政时 借应缴财政款 带几行账款 好 那么年末的时候 对于账领 超过规定年限 确认无法收回的话 由于他根本没有提坏账 不提坏账 准备 对吧 所以无法收回时 那么批准合销的时候 按合销的金额 那么借应缴财政款 带应收账款 带应收账款 直接这么处理就可以了 相当我教出去 相当交出去 借什么应缴财政款 带应收账款 充应账款 合销的应收账款 以后收回来了 再借银行账款 带寄应缴财政款 以后还得交出去 好 这是一个 第三个问题 库存物品 库存物品是指单位 在开展业务活动 及其他活动 耗用的 或出售而储备的各种材料 产品包装物 低质药品 以及没有达到固定站标准的 用具装具 动植物 动植物等成本 这个了解可以了 那么单位应该设置 库存物品 来核算 来核算 但是要顺便说一下 单位谁买谁用的 零星办公品 在购计时 直接列作费用 不通过本科目核算 那么单位控制的 政府储备物资 也不通过本科目 而通过政府储备物资 核目核算 那么单位受托 储存保管的物资 或受托转赠物资 也不在本科目核算 而在受托代理资产 核算中 那么再建工程购买 使用的这个物资 也不在本科目 在工程物资 科目核算 好 第一 取的时候 借记库存物品 代记财政拨款收入 那么或零余额账户 用盘额度 好 那么这边对应的 借记行政支出 行政单位 事业支出 事业单位 净支出 净的 代记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看见了吗 那么这是财政拨款收入 这是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这没问题吧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得说了 这属于是国库集中支付的 国库集中支付 是直接支付的 直接支付方式 对吧 代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那么这边代的是资金阶测 二级科目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所以在预算会计当中 预算会计当中 处理方法在这要注意一下 好 这是一个 照常接着走 那么第二 自制或委托加工的库存物品 验收入库使 借记库存物品 代记加工物品 这个了解可以了 上面这个内容 我们前面介绍过了 好 接着单位接受 捐赠的库存物品 验收入库使 借记库存物品 然后有税费 代价存款 那么差额 差额 那么还有什么 代记捐赠收入 如果税费的话 那么扣掉税费 那么代记的是捐赠收入 这边呢 这边呢 要注意啊 那么如果说有税费的话 借其他支出 代记私随结分 那么按名义金额入账的 翻诺是借记库存物品 代捐赠收 名义金额 名义金额 那么相关税费呢 走其他费用 代价存款 走其他费用 这是接受捐赠的物品 接受捐赠的库存物品 好 接着走 好 往下接着走 第四 单位无偿掉入的库存物品 借记库存物品 代言行存款税费 那么差额代记的 无偿掉拨净资产 如果税费这边走 其他支出 代资金阶层 五 单位置捐捐入 置捐捐入库存物品 验收入库室 借记库存物品 好 代记相关资产 可捐出什么了啊 可以捐出固定产 无形产等等啊 然后贷银行存款税费 贷税费 那么差额就要看好 差额在借方 走资产处置未用 差额在贷方 走其他收入 这前面讲过了 如果补价的话 那么有补价的话 再考虑借贷银行存款 好 置捐中 发生的税费 这边在预算块中 仍然借其他支出 代记资金结算 好 好 看例题 二年3月5号 某事业单位 购入一批物资 取得增税专票 价款一百 税十三万 好 那么税务局啊 税务局认证啊 税务局经税务局认证啊 获款尚未支付 好 验烧入库了 3月10日 颜行存款支付了 113 来吧 第一 告入的时候 借库存物品一百 借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 进向税十三 代应付账款 没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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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没分路啊 这边没分路 3月10日给钱了 所以这边在借应付账款 代行存 那么这时候预算快中 就分路了 借事业支出 代际资金阶层 含水金额要分 好 再接着看 二年6月30日 某行政单位经批准 以一部公务轿车 置换一个单位的办公用品 不符合固定算 全是条件 那么办公用品 验收入库了 轿车的账面余额30万 以提折旧15万 评估价值18万 置换过程中 那么收到对方支付的补价 1.5万 以存入以后 另以现金支付运费0.75 不考的其他因素 相关分路 来吧 首先借记库存物品 那么按照按照什么 置换的评估的价值 评估价值18万 减掉收到补价1.5万 加上税费0.75 算出来是17.5 好 代记固定算原值是30 借记固定算累计折旧15 那么接着借银行存款1.5 好 然后再接着看 那么一个是带鹰角财政款 收支两条线 所以在这一套收到补价1.5 支付银行存款是0.75 所以这个在代方 代记鹰角财政款是0.75 代其他业务收用的是 评估价值18万 减掉固定算账面价值 再减税费0.75 是2.25 看平吗 肯定平的 由于这道题有税费 所以0.75 借其他支出 代资金结存0.75 这是一道题 第二 库存物品的发出 发出的时候 那么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出售了 加工了等等 所以可以借记相关的科目 借业务活动费用 单位管理费用 经营费用 加工物品 代库存上面了解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 经批准对外出售的物品 那么夸不含自主 可以自主出售的 那么这个不需要报批的 那么有一部分是需要报批的 所以经过批准对外出售的话 那么这时候将账面价值 还是那句话 转到资产处置费用中去 借记资产处置费用 代记库存物品 同时收到款项是借银行存款 那么收到的 支付的费用 代银行存款 那么差额代应缴财证款 收支两条线要上缴财证的 没有预算会计 没有预算会计合算 第三 经批准对外捐赠的库存物品 发出的时候 按照库存物品账面预额和对外捐赠过程中 那么归属于捐出方的相关费用 所以借记资产处置费用 代记库存物品 还是将账面价值 转到资产处置费用中心 如果税费 也寄不到资产处置费用中心 那么有捐出方的税费 所以这边借其他支出 代记资金结层 是无偿调出的 无偿调出代记库存物品 代记库存 那么借记无偿调拨竞赞 那么有税费 还是借资产处置费用 代印象付款 那么这边呢 仍然借其他支出 代资金结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